太不可思议了 警察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 第二天死者本人竟然在警局出现 自己认领了自己的尸体 原来一天前 女尸被发现后 法医对其进行了全面事件 死者名叫小丽 今年23岁 家里只有一个奶奶 整日患病带床 根据护工交代 小丽已经两个月没出现了 可是两天前 她收到了丽丽付来的工资款 由于韩国比较原始 汇款只能用提款机 所以警方赶忙沟通银行 调去了提款机的经纪录像 视频里一个女孩头戴鸭舌帽 根本无法干净面容 但天网灰灰 聪明的警察发现 女孩将一杯饮料 放在了旁边的垃圾桶上 只要对比指纹 便可以查到犯罪嫌疑人 经过比对 警察彻底懵了 这个指纹竟然是死者本人的 一个死了十天的尸体 怎么可能去提款机会款呢 正当几人疑惑的时候 被杀的小丽 竟然离奇的出现在了警察局 道远傻了 难道是双胞胎姐妹 可小丽递上了身份证 不但信息相同 连脖子上的伤疤 也和尸体一模一样 小丽一脸无辜 听说我死了 我就来看看怎么回事 警察拿出一张照片 小丽简直不敢相信 这不就是我吗 人来到停尸间 场相一样 伤疤一样 连手指纹也一样 一时间警方不知如何处理 小丽觉得自己和她有缘 并以家人的身份认领了尸体 此案也不了了之 另一面 飞天胖子李大奎虽然被抓了 可她并不是杀人凶手 根据她的母亲韩老太交代 一年前她和儿子发现 铁轨旁有很多行李箱 本以为里面会有一些钱财 没想到就是一具具尸体 母亲摊财 顺走了尸体的耳环 而李大奎接到尸体 便会受到刺激 所以她亲手埋葬了四具尸体 因此才会留下指纹 一时间 爱子变得更加不爽迷离 为此道远只能返回火车站 继续调查 不想竟然在一片地界站的下面 发现了女友小慧的尸体